在小鳳莉莉莉有一位為英尼 叫來台灣17年的李雅梅 因為她的大小小腦腦筋麻痺 長期需要照顧 家臺的經濟也需要幫忙 所以在你中的介紹一下 現在在愛心廚房來幫忙 還可以賺一點錢 她是台主英尼的新主名李雅梅 在台灣生活已經有17年了 在雙峰里長的幫忙之下 李雅梅目前在你來愛心廚房做工作 她非常感謝李雅梅給她這個機會 讓她可以補貼處裡面 她看到我們比較弱勢 她就能夠幫 幫得上忙 她就幫忙 我就跟她講我的問題 我的需要 她就馬上就跟我說 那你過來好了 給我看那個我們的竹房這樣子 然後她幫我們上空培攀 我們的印尼小姐因為是她本身 我們老公也是多病 又要養三個小孩子 她的兒子也是一樣是弱勢的 弱勢的 總而言之就是需要錢 因為在無形中認識了她 她來找我們 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媽媽真的很需要錢 所以說我們就是辦了一個 豐培班去讓他們去那邊上課 上了之後吃完 我們才僱用她 李雅梅會說中文 印尼文台語 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做翻譯 不然結婚後 因為大小孩 老心麻痹 需要照顧 李雅梅只好放棄 要繼續進出的願望 想要做翻譯 也想要做 也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上那個什麼 中餐 對啊 也想要當導遊是不是 導遊我不知道 因為 英文也不會 是 有這樣的夢想 會不會很想要去施行 很想去學啊 對啊 目前遇到什麼沒有辦法 就是小孩子的 沒辦法就是備和時間啊 對啊 因為 那時候工作都要是要備和 比如說加班啊 接下來未來想要跟中餐進教 會才是更進修 李雅梅當時也非常高 你也希望未來他可以順利願望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記者新聞提供 新政蔡宇舖登 谢谢大家